然后上面是我们试图注册 注册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下面我们给大家说 在我们注册里面 我们往往还有一些附加的操作 比如说 那么你们注册完一个账户之后 通常马上给你的注册邮箱发一封邮件 让你点击在邮件里面 给你放一个激活的链接 让你点击链接去激活你的账户 那么这一步在哪做 还是应该在我们这个里面去做 在这里面你往表里面加入之后 你在这里面你需要去发送激活邮件 发送激活邮件 那么发送激活邮件里面 我们应该去包含一个激活的链接 包含激活链接 那么现在你想一下 这个激活的链接 是不是还应该是我本网站的一个链接 你点击就相当于你请求我这个网站这个链接 我就知道是谁进行激活 然后我把你的账户给你激活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下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我这个激活链接我应该怎么设置 OK啊 这个激活链接我们应该怎么设置啊 首先思考一个问题 就每一个 每一个用户他注射完之后 我给他发送的这个激活链接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不能一样对吧 如果都一样你点击 我肯定不知道是谁点的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我要激活哪一账户啊 所以呢他不能一样 那么 在这里面呢 但是这个激活链接呢 里面虽然不一样 但是你应该呢去包含他的一个 你点这个链接的时候 我必须要明确知道是哪一个用户要激活啊 在这里面就是激活链接中啊 激活链接中需要包含用户的身份信息啊 包含用户的身份信息 好 那么通过什么 我可以判断出来这个用户是谁 通过什么 我可以判断这个用户是谁 好 用户名 哎 可不可以 对吧 我们表里面是不是用户名是唯一的 我能不能把这个用户名放这个链接里面 哎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设计这样一个链接啊 你知道它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链接呢 我就这样设计 假如说 这个链接的前面呢 统一都叫做这个东西啊 叫做斜杠 U的 叫做 Active 然后在斜杠后面呢 我要跟上一个标识你用户身份信息的东西 对吧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用户名放在这边 对吧 好 除了这个用户名 我还可以 我还可以放什么 啊 邮箱 假如说邮箱是唯一的 我还该放邮箱的吧 那么除了邮箱呢 哎 用户在注册完之后 对应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唯一的ID 我能不能把这个ID给你放过来 假如说你这个用户注册完ID之后 它是1 我能不能把这个1给你放过来 对吧 哎 你如果注册完之后ID是1 哎 我就给你的邮箱发这样一个链接 发谁呢 我就发入一个ITP 然后冒号 斜杠斜杠 127.0.0 点1对吧 哎 点1 冒号 8000 哎 这样一个链接 哎 这个链接我给你发过去 哎 你一点击这个链接 你请求我这网站 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1拿到 对吧 拿到之后 我就知道呢 是ID唯一的这个用户呢 要 激活 哎 我就可以进行设置 同样的道理 假如说你这个用户注册完之后呢 它的ID是3 我就给他发一个 用的active是3的 哎 是不是 他一点击 我就知道是这个ID为3的用户 要激活 对吧 通过这样 我们就实现一个判断啊 你先知道 就是我们的链接里面 必须要包含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用户对应的ID呢 给他 放在我们的激活链接里面 好 知道了 他只好啊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种情况 假如说 我直接把这个 要激活的用户的ID 放在我们的链接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啊 假如说一个想要 一个想要捣乱的人 哎 他注册完你的用户之后 你给他发了一个激活链接 然后呢 他一猜测 对吧 你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个用户的ID 然后呢 我就自己改 我不停的去访问你 user active 12345678 对吧 不停的去访问啊 那也就知道你意味着你这边要 你的这边呢 会进行这个激活的处理 对吧 就跟你捣乱啊 所以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你不能直接把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呢 就给他放在这边 但是呢 这一部分又要包含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 所以你需要呢 进行一个加密啊 我们把用户的这个身份信息呢 给他进行一个加密 加密后的数据呢 我是不是放在这边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一看出来 哎 你看不出来 到底是要激活哪个用户 但是用户一点击之后 我可以把这段数据呢 给他解密啊 我就知道要激活谁了啊 所以在这边啊 激活链接中 需要包含用户的身份信息啊 并且呢要把身份信息呢 进行加密啊 并且哎 要把这个身份信息 哎 进行加密啊 进行加密处理 你不能直接放这个东西啊 OK 这里面呢 就我们最终给大家分析的啊 我们发送邮件的这个激活链接 应该是什么样子啊 UseActive后面呢 跟上一段加密后的信息 这段加密后的信息里面 包含用户的身份信息 哎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用户的激活的ID呢 给他放进来啊 我要对他进行加密啊 这我们这加密啊 那么你说到这个加密啊 到底怎么对他进行一个加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哎 就需要呢 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个某块啊 叫做 Is Dangerous啊 哎 就是有些时候呢 哎 你去发送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你不想发送这个名文 你就可以借助这个 Is Dangerous啊 你通过一个密钥 去加密签名你的数据 对吧 哎 你获取这个加密的数据之后呢 你还可以通过这个密钥呢 进行一个解密啊 进行解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Is Dangerous啊 它的一个作用啊 它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你知道它之后 这个Is Dangerous怎么使用 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 你要使用这个 Pipe Install啊 Is Dangerous 去把它做一个 安装啊 使用之前 就是先在你这里面 去做一个安装啊 就在这里面啊 直接 听一下频啊 直接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 使用这个命令呢 先去安装一下 Is Dangerous这个包 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使用了啊 下面呢 哎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Is Dangerous里面 哎 怎么去使用它 进行一个加密啊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啊 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说啊 Is Dangerous里面 有一个类啊 这个类呢 哎 我也记不住啊 你们也不需要去记啊 哎 看到啊 from我们的Is Dangerous 啊 Is Dangerous啊 然后呢 Import啊 Import的谁呢 这个东西啊 这个类啊 所以这个你 你也不需要记 对吧 from我们的Is Dangerous 这个类里面导入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Time的Jason Weber啊 Signature啊 C11 这个类呢 就可以呢 帮助你实现一个加密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导入过来之后 我可以呢 把它改一个名字 S 重新给它起个别名 对不对 哎 我就叫他啊 我给他少一点 我就叫他他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你知道这个类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给 我们在这个终端里面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就说明它怎么去用啊 它怎么去用 那么 这个类呢 把它 导入过来啊 把导入过来啊 好 哎 就是他啊 导入过来之后 那么使用它呢 进行加密 首先你需要创建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啊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啊 哎 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 这个类啊 它除了加密之外啊 我们说它还有一个作用 它可以 除了加密之外啊 它还有一个作用 它可以设置你这个加密的 过期时间啊 过期时间 你们经常会看到 有这样一个链接 对吧 我给你发送激活链接 两小时之内啊 点击链接进行激活 你如果过了两小时 那么这个链接 我就认为呢 它失效了啊 我就不给你激活啊 它除了这个加密之外 它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啊 那么首先在这里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CLizer 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参注 你要写什么啊 你要给它写一个 加密有一个密钥 这个密钥是什么 你要传入过来啊 传过来 你比如说我这里面 我就随便写一个啊 我就叫Secret key 对吧 Secret key啊 假如我这是我的密钥啊 这是我的密钥 然后后面呢 第二个参注传什么呢 就是传你这个 加密的过期时间 你想多久之后就过期啊 那么这里面呢 假如说我一个小时 我就传一个秒数啊 这是秒数 3600秒 代表是一个小时 好 有了它之后 我就有了这样一个类的对象啊 有了这样一个类的对象啊 创建完这个对象之后呢 比如说 现在呢 我要对一个数据加密 我这数据什么数据呢 假如说我要定一个字典啊 info等于这个 confirm confirm啊 这个字典里面呢 我们这个字典里面写什么呢 比如说你要 你要激活的这个用户的ID是1 我就定一个字典 写上一个confirm呢 为1 好 现在呢 我要对这个信息 info呢 进行一个加密啊 怎么加密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serializer serializer 哎 这个对象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dumps啊 这个方法叫dumps 然后呢 你加密谁呢 我要对他进加密 对吧 写上一个info啊 写上一个info 然后在这里面 我接一下这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呢 就是给你返回的这个加密 加密后的信息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印一下这个东西啊 res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大串啊 看到没有 这一大串就是他帮你去加密的这个信息 好 那么 这是加密的信息啊 加密的信息 之后 如果我收到这个加密的信息之后 我怎么进行解密 对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serializer 还是这个对象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有个dumps 他还有一个loads啊 好 这是我们的加密信息 对吧 我要对他进行解密 那么你把这个加密后的数据呢 给他啊 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 直接一回车 哎 看能不能看到出来这样一个信息 对吧 哎 这就是这个解密啊 这就是他里面的加解密的函数dumps和loads啊 OK 这是我们说的啊 哎 这样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过期时间 对吧 哎 我呢 重新呢 去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啊 重新创建一个 假如说我要快一点 五秒之后过期啊 五秒之后过期 我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哎 五 对吧 写上一个五状呢 我在这里面还是 我还加密谁呢 我还是加密他啊 我可以呢 换一个对吧 我换一个这个 二啊 我要加密他 那么在这里面 首先掉上这个类的方法 dumps dumps 谁呢 直接写上一个 info 哎 我接一下这个 加密后的信息 好 这里面 哎 我加密之后对吧 加密之后我过一会儿 我过了五秒之后我去解密啊 好 在这里面开始解密啊 dumps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哎 lose啊 哎 写错啊 lose 然后呢 在这里面写上 yes 好 回车 看到没有 马上给你报一个错误 对吧 这个错误叫什么 这个错误呢 是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异常 叫做signature adper的啊 就是你的这个加密的东西呢 已经过期了啊 好 有了它之后 哎 我们下面呢 你就可以做了啊 你就可以做了啊 好 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哎 首先我们说刚刚呢 我们这里的处理之后 对吧 我们要给这个用户的 哎 激活邮件呢 去发一封 哎 这个是 这是 哎 不是这个吗 我看一下这边的吧 哎 我们这边啊 这边呢 上面我写在这边了 对吧 我把它拿下来啊 拿下来 哎 放到我们的类似图里面啊 去做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找到这边 哎 下面的这个处理 哎 就是我们刚刚 分析的这个过程 分析的这个过程呢 哎 你需要去发激活的邮件 哎 激活邮件链接里面 是不是就这个链接 对吧 哎 这个链接呢 最终我们要把用户的 身份信息 加密之后 这一点内容呢 直接放在这边啊 所以在我发送邮件之前 我首先呢 首先呢 我要在这里面去 加密用户的 身份信息啊 加密 用户的 身份 信息啊 加密啊 这个用户的 哎 身份信息 那么哎 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生成啊 生成这个激活的 哎 2K啊 激活的2K 哎 一个生成一个激活的 口令信息啊 那么在这一步怎么做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 说的哎 这个类呢 我们已经导入过来了 对吧 我就要创建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 哎 就是我们在中端 给大家做演示的啊 在这里面直接创建一个 这个类的对象 首先第一个参用的 传入一个加密的 密钥对吧 哎 就这个Secret的K啊 传入这个密钥 那么这个密钥 你传谁呢 哎 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要借助 将购的一个东西啊 看到将购这个 这个Data DataFresh 它有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叫做Setting啊 Setting上面 你往向最上面拉 看到这里面 Secret的K啊 就将购你创建项目的时候呢 它有这样一个配置项 这个配置项呢 本来是将购内部 用的一个东西啊 它这一串数字呢 哎 就可以呢 作为一个密钥 那我们呢 在进行设置密钥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借助 它的这个东西呢 作为密钥啊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呢 去设置一个啊 我现在就借助它的啊 借助它的话 我就要使用这个配置文件 里面的这个配置项 那么在这边 我为了使用 我要把这个Settings呢 导入过来 哎 就在上面啊 直接 from我们的 single 点config import这个 settings啊 import这个settings 然后 导入这个settings模块之后 哎 在下面呢 我就可以写了 直接呢 是我们的settings 点 secretter 作为这个加密密钥对吧 然后呢 我设置 这个链接呢 假如说我要一小时之后过期 我写上一个3600秒 好 最后 我有了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哎 这个对象啊 然后我要 现在我要去加密了啊 加密的时候呢 我们说我们要在加密的信息里面呢 包含这个用户的 id 比如说我还是啊 我就定义这样一个字典 info啊 等于这个 confirm 然后直接写上一个user 点id 对吧 哎 我创建之后 他把这user返回了 我一点就是他的id 好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加密了 这里面直接 dums 对吧 dums里面呢 我传入这个info 好 最终给我返回一个加密后的信息 哎 叫token 对吧 叫token啊 OK 好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发这个 邮件啊 你就可以发邮件了啊 这个发邮件呢 我们先不给大家说啊 我们先给大家说的就是 假如说我发完这个邮件之后 用户一点击这个链接 他怎么进行一个激活啊 他怎么进行一个激活 OK 那么这个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其实呢 我在这里面 你看到啊 我先进入我的邮箱啊 在我的邮箱里面呢 已经发了这个激活邮件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直接 没电网什么 OK啊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登一下这个邮箱啊 正在等候 请登 请稍等 哎 先把这个